這一條就是九龍城的福魯村道 這個福魯村道一帶的地方都是食屎臨立的 也有很多各式各樣的食屎 有泰國菜、韓國菜 有泰國菜、上海菜、打火鍋 今天來到福魯村道的松祭立蟹 松祭立蟹我剛才走過之後發覺有五市的套餐 五市套餐那裏是五十五元而已 也是非常經濟的 它首選那裏標榜就是金牌的沙薑雞飯 我深信這也是它的招牌飯 在前面那裏就是九龍城廣場 這裏就是九龍城廣場 這裏就是九龍城廣場 這裏一帶附近來說 可以說得是食肆很多 吃牛的地方也有 在前面那裏 在天橋那裏就是 在這個 隔壁街那個方向 這間松祭立蟹那裏 它很多時候呢 它是標榜這個就是 吃這個辣蟹的 那因為今天下午呢 就日日中午呢 這個時候呢 亦都是非常之多那些 附近的地盤那些工人呢 就來這間食店那裏 是吃飯的 吃午餐的 那現在這個地方來説呢 就現在呢 這個中午那段時間呢 所有的食肆來説呢 都是非常之人少些的 這些 到晚上時候呢 就可能會比較好些 加上呢 現在的疫情 就是 雖然也都有 但是 就已經放寬了 所以呢 變了呢 就 很多人都會出來這裏 吃飯 那樣的 那剛才呢 我亦都喝過這杯 凍檸茶 那它這個凍檸茶那裏呢 是有三片檸檬啤的 那但是那些茶味呢 就非常之是好喝的 這個紅茶的茶味 是非常之濃郁的 喝起來是相當之好 那 那它現在給了 就是給了一個雞腿 這個雞腿 這個雞腿 那我剛才呢 就吃過也都好吃 那我現在又試一試 這個雞 那當然啦 也都是冰鮮雞多 一般食肆來說 也都不會給這些新鮮雞 給你吃的 因為新鮮雞 一隻 都要百幾二百元 百幾二百元都有的 有些去到 去到三百幾元都有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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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食肆來講 一定是不會給那些 失煎雞吃的 都是給那些 冰鮮雞多些 真的可以說得 就是 點了這些 沙薑 沙薑汁 都帶動了這個雞味 是非常好吃的 這個時候呢 就去到現在是十二點十分了 現在是十二點十分了 現在呢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工友 很多工友吃飯的時候 多數是十一點鐘的 所以 故此 就在十一點鐘那段時間 這裏差不多是坐滿了 現在呢 漸漸人吃完飯之後 就已經離去了 現在這個時候呢 就是中午十二點鐘 那我現在就來到這裏 就是九龍城 九龍城這間呢 就是叫做松記辣蟹 這是松記辣蟹 那這裏是標榜 就是吃人的 那今天呢 我呢就來到 就叫了一碟 就是 金牌沙薑 金牌沙薑雞飯 這個賣價呢 是五十五元的 那它是包括什麼呢 是包括 有凍檸茶 是不需要加錢的 就五十五元 就包上飲品的了 不論你是冷飲 或者是熱飲 都是不需要加錢 那它還有一碗呢 就是荔湯給 那它荔湯那裏呢 剛才呢 我喝過的 是非常之好喝的 就是 那些味道真的不同 咬出來的味道不同 那它還有 還有一碟的沙薑 那這個沙薑呢 就是用來蘸這個雞飯的 那剛才呢 我剛才呢也都吃過 這個 這個 鹽焗 沙薑 這個沙薑 鹽焗雞 那這個鹽焗雞的味道 是非常之好吃 是不錯的 那那些雞肉呢 也都非常之嫩 那它這個價錢呢 就是五十五元而已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就是 好多最好吃 那這類的雞 是當然 就是很嫩滑的 那這裏呢 也都有雞味 當然啦 雪藏就是肯定雪藏的 這樣 是不是 但是它做出來 都相當之不算妳 看 那你看 如果雪藏雞來說 呢 一看這裏那裏呢 就知道了 這個是冰鮮雞 一般食肆来说都是用冰鲜鸡 但是它的鸡来说是非常之嫩滑,是很好吃 刚才我也是吃过这些饭 这些饭也是煮得相当刚好 也都不会懒饭,粒粒饭也很分明 那这一碟金牌沙姜鸡饭 就应该是非常之靠得住 它都是卖55元而已 它也有很多种的 包括第一就是金牌沙姜鸡饭 马婆豆腐饭 咖喱牛肉饭 咸蛋蒸肉饼饭 豪仔肉细汤饭 辣蟹油鸡汁炒面 西炒饭 它送咖啡、奶茶、冷叶和价 唐食另外送一碗老火的泥汤 就刚出在这碗 是非常之好饮又不错的 刚才我已经饮了半碗 这个沙姜刚才用了点鸡 这个沙姜鸡饭 就非常之满味 这个地址就是在九龙城那边 这里很多都是地盘工友 就要吃饭多些 这个环境来说也非常之好 虽然说这个地方很小 但是它放一些桌子来说 它放得非常之好 是不错的 那现在呢 就 入到来呢 就看到 都已经 每张桌子那里都坐满人的 就像这里 就刚才那四十三位工友 就吃完已经走了 那老实说 如果假日间 它这里是靠不住的 也都不会带动了 那么多地盘工友来吃饭 那它这个价钱来说 也都是非常之擅忠制 以为你现在五十五元的套餐来说 那么差不多任何一间的餐厅 都要这样的价钱 甚至有些是超越了五十五元的 是去到六十几元也都有 你知到呢 九龙城附近一大的城市来说 它的价钱来说 也都是非常之是 是贵一点的 比外面的 那 也都是 人流方面呢 也都是很多的 因为很多人都梦名而来 就来到九龙城一带的食肆那里 就是吃一下泰国餐 那样东西 马来食品也都有 所以故此来说 也都是带动了 很多人都晚上都会 都会开车来这里 一带那里吃东西的 好了